所以当晚无论两岸三地的演员 都有给面出席 因现场星光异议 而说到最抢劲的 当然就是和导演陈可欣 一起到场的李连杰 当晚凭着电影获援奖 都得优秀对外和拍片奖 拍了25年电影的李连杰 上台时还幽默地说 自己已经是元老级的演员了 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在这里 25年前 在第一次的时候参加这个少林寺 很多老前辈还在那里坐着 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那么健康地活着 真的非常高兴 和拍电影其实我也算元老 25年过去了也算元老 拍的每一部电影 大部分都是和拍电影 那其实未来的 已经我觉得香港啊台湾 这都不能再叫和拍电影了 这叫自家人的电影 能够如果中国电影 再往前走一步 很多的中国导演 都梦想把中国电影 追向世界 很多美国导演 其实也思提也问 怎么把电影打到中国 所以其实不光是中国电影 打到好莱坞 很多人都想打进来 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 当晚出席的影星 每一个都分量十足 而代表香港 身装出席的荣祖儿和张信哲 一起上台为大伙演唱 小花一样 小花新生多困惑 为了太平一新年地 欢迎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得光阳 其实做艺人呢 除了在目前的发展之外呢 他们可能还会有做生意呢 就是可能卖一些衣服啊 或者是首饰等等 那作为他们的粉丝呢 一定会强调